文学作品中常提到明朝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柱之山,文征明和徐真卿,但明朝真正才华横一冠绝天下是阳慎,谢晋,还有徐卫这三位才子,三人各有所长,其中徐卫最博学,文学,书画,戏曲,军事样样精通,徐卫命途多舛,最为坎坷,被称为中国的范高,那么,这位大师的人生轨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读历史,明世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公元1521年徐卫出生于浙江绍兴山音县的一户光幻人家,父亲徐总曾做过四川奎州府同志 生母是徐卫父亲的妾苗氏的丫鬟,徐卫出生仅百天,父亲变过世了,又因为生母身份低微,父亲一走,徐卫归入苗氏名下,徐卫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经常目睹自己亲生母亲被欺负 十岁那年苗氏为了筹钱度日,便将徐卫的母亲卖了,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徐卫,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十四岁时,嫡母又去世,他又同比他大三十多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生活 所以,他幼年及少年的时光,是很异于常人的 这样家庭中生长的孩子,很有可能成为问题少年 但徐卫却是天赋聪明,很小就想欲相礼,他七岁使学八古文,众人为之徐门之光,被认为是神童 十二岁做赤壁父亲谱,惊艳众生,十五岁模仿名副作诗,震惊海内 闲来无事写下一本男词叙录,成了宋元明清唯一一部研究南希的著作 其在文学界与史学界的意义不言自明,二十岁便考上秀才 前途一片光明,有名气又有功名 但他却在二十一岁时,为了离开这让他窒息的家 他宁愿被人看不起,入坠潘家,继续努力读书考功名去了 不过,他的这位潘姓妻子,倒是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也为辅他这颗孤傲的心,带来了生活的心意和乐趣 也因双病秀善心,当时相见的青春,傍人细语倾听的 倒是神仙会里人,这首诗道出了他们夫妻相敬如宾,恩爱四密的生活 可是,老天似乎在忌妒制对人间的神仙眷侣 七年后,潘氏便离他而去 从此后的他,尽管也有祭曲 但好像是再也没有享受到人间的爱情了 伯劳打屎开,燕子留不住 惊喜梦中来,何似当初不飞去 连鸡熊,吃恶旅 两翼茫茫至小烟,门外乌提泪如雨 这是徐卫所写的一首《道王词》 在赞叹其文笔之余,我们也看得出徐卫对潘氏之情 可惜他钟情的妻子转眼阴阳两格 徐卫剩下的只有气体连连 只能将心思放在科举之上了 科举考试是初识做官 实现自身价值的不二法门 但他是九考不中 一连考了八次 38岁了连个举人都没考上 更不要说近视了 可这不能说徐卫的运气不好 只能说他实在是不适合科举考试 没奈何,只好留下不愿文章中天下 只愿文章中士官的讽刺之语 来一书胸中悲哉悲哉的英雄之气了 命理之中情理之外 徐卫落地并不出乎预料 他考试且不论文章写的是否乖巧 就凭他那放肆的书法 恐怕就够让那些主考官们惊慌失措了 被嫌弃也是对牛弹琴之必然 但他的声明还算不错 被此时正在沿海搅海换的胡宗县看中 以为幕僚 而这徐卫天生有军事之才 靠着他给胡大总督出谋划策 居然将两个最大的海盗集团一举歼灭 也算是大功一剑了 但后来随着胡宗县下狱 他也不得不离开总督府 当然也无需再考功名了 因为他早已经名满天下 但是 胡宗县被冤杀 这对他的打击太大 以至于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 他数次自杀 好在都被救回 这时的他已经是有些癫狂了 他不断自残自杀 自杀次数有九次之多 他成天精神恍惚 幻象丛生 竟然突然感觉夫人同一和尚 在做苟且之事 于是愤怒中将夫人一击允命 惊醒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 后悔不已 杀人偿命 徐卫也蹲了大牢 一待就是七年 后来还是靠着万历皇帝即位 大赦天下之时 朋友帮忙方才出狱 而此时的他已是53岁了 出狱后的他开始了四处游历 赏大好山河 月大墨塞北 寄情山水 做了一个散淡的贤人 但后来又经当年一起进海换的名将七级光界上 去教授一代边将李成良的儿子李如松兵法 并结识了蒙古首领安达夫人三娘子 这徐卫于兵法上还真是有些天赋之才 他教的这弟子李如松可真成了一代名将 历史上有个名词叫万历三大争 其中两次都是李如松挂帅 一次横扫蒙古人叛乱 一次抗击封臣秀吉入侵朝鲜 都得胜而归 后来的他受礼部尚书李春芳聘请 也曾应邀去好友张元辩处 这段时间内的徐卫虽然过得也很滋润 但是 以一个白衣之身 混迹于高门权贵中 屡屡受人白眼也是常识 如其他人看惯了 心放下倒也罢了 偏偏这徐卫是受不了这样的气 生性张狂又不拘小吉的他 实在是受不了那繁琐的李树 每天的感觉就是碎折无肉 痛苦不堪 经常是郁郁不乐 徐卫性情潇洒 他一生不治产业 是钱财为无物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 一直是在家乡度过 虽说每天都是写字画画做绝问 但这吃饭总是个问题 现在他的话往往拍出天价 然而在当时 却少有实德之人 每每画出一幅 不是被他那些学生拿去 便是送人了事 于生计无补 晚年的徐卫精神有所好转 在辗转全国多地后 最终回到了老家 靠麦字画度日 有人来访 若赶上徐卫心情不好 他便拒绝剑客 在屋里喊 徐卫不在 后来徐卫的精神病 再次严重起来 又开始拿斧子 砸自己的脑袋 此时的徐卫的书法 与画作更为传神 但他却时日不多了 公元1593年徐卫去世 中年73岁 徐卫死的时候 只有一狗相伴 众人只能将他草草地埋葬 徐卫去世后三年 当时的文坛领袖 袁洪道与国子剑祭酒逃忘灵 在看完徐卫的作品后 惊叹不已 于是两人开始搜集 徐卫的诗文并出版 袁洪道还特意走访了 徐卫生前认识的人 记录他的生平 写成传记号召世人学习 他们的推崇 使徐卫声名大振 徐卫开创了一代豪放不羁 自由随意的画风 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正版桥都自称是青藤 徐卫的号 门下走狗 2017年10月 徐卫的一幅写生卷 就拍出了一 27亿元人民币的天价 其实徐卫对自己的绘画水平 并不在意 实在 无书第一 诗刺之 文刺之 画又刺之 徐卫写的戏剧 也让汤贤祖本人都自叹不如 徐卫晚年的时候 创作了一幅画 在这幅画中 徐卫用酣畅不羁的狂草书法 在画的左上角 提了一首诗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摘笑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置也疼忠 这首诗 也概括了徐卫的一生 他尝遍了人世间种种苦难 亲人接二连三的离他而去 科举屡试不中 怀才不遇 晚年穷困潦倒 孤独凄苦 他曾想了结自己的生命 也曾崩溃发狂 但他依然是不视为一位勇士 他将自己的情感 全部融住于彼端 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个性 风格豪迈洒脱 仿佛是有了灵魂 向人们诉说着徐卫对命运的不屈和对世俗的不屑 悲惜叹息 私人虽是 好气长存 清代书画家 文学家郑板桥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 曾刻有青藤门下走狗印章一美 晚清民国时期著名书画家 撰刻家 后海派代表无昌硕提徐卫书画册 青藤画终胜 书法与鲁公 近现代中国书画大师 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对徐卫更是轻目至极 曾说 青藤 雪歌 大笛子之画 能纵横涂抹 于心疾伏之 恨不生三百年前 为诸君嬷嬷离止 诸君不难 云于门外扼而不去 一块是也 齐白石有诗云 青藤雪歌远凡胎 老否衰年别有才 我与九泉为走狗 三家门下轮转来 徐卫可谓是 一生颠沛流离 二兄英年早逝 三次婚约未果 四处老徒奔波 五车京史学妇 六亲相见不识 七年牢狱之灾 八次可考不定 九次自杀折磨 历经万难 才造就了如此十全十美的诗 书 画 文奇才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个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